欢迎收看一言星邦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风顺老师 很高兴能够在盘后时间跟全国的投资炸重 很轻松的聊聊操作台湾股票 你要具备什么样的专业才能够稳超胜券 各位这是全市场唯一让你印证性的节目 各位全市场独家印证性的节目 就是你现阶段收看的一言星邦 我让散户看看天文之之地理 然后实实在在赚到钱 各位明天即将要的8月7号就是立秋了 又是一个节气变盘的日子 你要怎么办 各位没有怎么办 你看看蔡老师的专业是不是足以帮你赚到钱就好了 因为你可以跟蔡老师联系 投资的本质就是认知的变现 你的决策跟你的理性的认知完全的一模一样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说 我今天提出的论点 为什么那么快受到投资朋友的回响 因为投资朋友自己用技术面一样抓不到标股 我告诉各位 你用技术面的选股都已经是第三手的讯息了 最前面的就是量 到底巨量是出货量还是进货量 他的解读才代表你的老师能不能够专业 有了量才决定第二环的一个价 最后才是所谓的技术面 所以如果你只是从技术面这边去找买卖点的话 各位一定是赚少赔多 各位我举很多的例子来跟你做印证 上礼拜五台湾股市收在11012 你的老师知道收盘收11012吗 各位没有 大部分都是跟你讲涨的时候 然后主持人访问 有个攻击一大堆理由 不然就是讲五六十只股票 反正他就希望能够蒙到一只 各位如果你的老师一天只想要蒙到一只 你觉得他能够帮你赚到钱吗 各位 上礼拜五八月三号 中红 你看很多人解读 这个多好买器回来 这个专业就更low了 各位为什么 上礼拜四才是长黑 上礼拜五的中红 蔡老师已经跟你讲量不够 要突破礼拜四的140 多少1407亿 结果上礼拜五才1347亿 我讲的东西是提前讲的 我虽然是做盘后节目 但是蔡老师在盘中12.15 有接受友台的连线 现阶段全市场收视率最高 而且几乎我讲的股票大家都印证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我很感谢你们对我的肯定 蔡老师会持续精进学习 我要了解更多的产业面的东西 我要赶快帮我的全朋友 赶快的一个获利 来做一个什么一个发财 不管这个大盘 川普爷爷是哪根筋不对 或者是中国要怎么样的一个跟美国对抗 反正我们就是市场上唯一的赢家 各位为什么因为专业能力展现在你面前 在蔡老师8月3号有台12点16分的一个节目 拿下来一下12点16分 我讲什么多头反弹有效位置指数11012 各位这一段的一个什么一个重播带 蔡老师都放在我的生活圈的主页 所以你跟蔡老师的一个生活圈做联系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一个老师的专业 区备这么多的一个环环节节 而不是所谓的一个老师跳出来 你看我的国家长得慢 今天又三只又四只的各位 年改牺牲掉很多人原先 确定好不会变得一个福利 也让很多人对政府的一个政策 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 丰盛也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希望 投资朋友你看到蔡老师的节目 进而赚到钱的都能够去把 弱势的社会上弱势的一些团体 都把它做一些实实的帮助 赚钱多多行善 不然的话国家真的有一点让人家不舒服 不管错跟对 反正你看一下 这一些老年人后面争取的 其实一点也没错 就是为了一个吐一口饭吃 各位对不对 差不多股票也一样 你今天要的就是我要过更好的生活 你过更好的生活之后 你行有余力 你可以去做更多的善事 你可以扶植社会上这些弱势团体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财的讯息 各位对不对 你看在眼中 蔡老师上礼拜五的盘中奖 8月3号收盘指数11012 铁证如山 全球股民亲眼为正 蔡老师上礼拜五电话一大堆 礼拜六礼拜天电话接不完 各位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了好像 好像是基督教说的奇迹 怎么有老师能够断收盘断这么准的 一点都不差 但是我也告诉各位 蔡老师觉得我18年来没有一天看的懂盘 但是我很静静业业的 把我的专业运作在选股方面 让我的学生朋友能够赚到钱 今天礼拜一 8月6号大盘是这样子的 我跟你讲收盘小红 你不要不相信 来各位 开盘盘下回应周五亮说 个股题材表现收盘小红 你的老师专业能力在哪里 我最讨厌的就是浪费时间 我希望我把我所有的有用的时间 能够花费在帮助更多人的身上 当然是前提 我的专业是有效的 就像人家说修行佛法是要有正量的 你才能够去帮助人家 不要一天到晚讲佛法都挂在嘴巴上 你也不去闭关 一天到晚就在感恩东 感恩西 赞叹东赞叹西 各位 蔡老师认识 很多不担的一个高僧 都是圣读在闭关 圣读养心 坐慈天地 一闭关就是三年三个月 从来不会有人 因为什么要建庙 或者用什么东西 在夸大其词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讲 我的一个节目其实很广泛 我也跟你讲 我最欣赏的就是 南怀金老师讲的 记在手能在身 尸在脑 充容过生活 你有办法充容过生活吗 拿专业来让自己充容过生活 各位 今天8月6号开盘 盘下回应 上周五的亮说 法人观望态度 我也跟你讲 只有我提出来 产业选股才能超越技术 我说董产业面才是王道 深度产业面的解读 你现阶段正在收看 就是一言新邦 来各位 上礼拜五的一个 8月3号 苹果再创新高 我跟你讲的股票 来各位 6269的一个台郡 是不是再创新高 来各位 6269台郡 来 今天最高来到113 蔡老师在友台 7月23号 慎重给你推荐 6269的台郡 而且呢 我明天啊 晚上9点 又要登友台 我要讲产业面 明天讲的产业面 更关系到你未来的福利 你明天晚上一定要收看 蔡老师 花费啊 8分钟到10分钟 我不用一小时 不用两小时 我就能够告诉你 你未来的幸福在哪里 我不想讲废话 废话让别的老师讲好了 盘中解盘 解了四个半小时 也搞不清楚 这些老师在做什么 你今天人家受邀 你就讲收盘 你怎么看嘛 起来热嘛 你推荐的个股 是什么好啊 你不要一天到晚 想说我要来财产 然后你既然去买 然后我要到货 天理不容啊 各位对不对 我看到很多业界是这样子 你收不到会员 你就不要干 你就转行就好了 你今天还要再害会员 你不晓得啊 害这些学员 害这些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产业头的朋友 是很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负面能量的累积 不然你去看一下 了凡视讯好了 你不去做好事 还在那边借用工器 在坑沙散户啊 各位你等着看 蔡老师跟你讲的 6213的一个联帽 上礼拜五 对不对 当时多少74块 尾盘收76块 我问各位 这怎么出来的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不是我是散户的守护者 我不是哈利波特 各位 各位对不对 今天的联帽呢 在创新高 特斯拉概念股 全市场讲了四五十支 也搞不清楚在干嘛 我只讲一支 哪一支3003的建核心 大盘跌160点推荐的 8月2号 盘中连线 建核心多少 47 48 法人是不是买 为什么蔡老师解盘 法人会买 你说蔡老师你别客气 你就是法人 法人就是你 错 法人不是散户的朋友 蔡老师是散户的朋友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 我就是你的朋友 散户你今天要了解 只要有利益纠葛的 都不是在存心帮你们想的 所以一个老师 为什么法规要推论 你不准做股票 有的老师 为什么一天到晚 都要跟你介绍 二三十块的股票 二三十块 你干脆不要做股票 他就是希望啊 你最好只剩下 买一张的钱 你要去买他的股票 各位这样你懂吗 我已经跟你讲 股市套路就这么深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 想要发财 为什么有九十九%的 投资朋友一天到晚 都想要听好话 结果实际上做出来的 就是赔大钱 为什么会这样 圣衣 多少人能够公开印证 我跟你讲 台积电7奈米 这是蔡老师 第二次上友台 主讲的单元 台积电7奈米 圣衣 1773圣衣 一日去 生意为什么会涨 产业面选股之外 法人有没有买 法人如果不买的话 那蔡老师就有问题了 因为蔡老师解的产业面 法人不会肯定 结果有没有买 有啊 都买在这里 字幕 礼拜五从197叠到184 各位对不对 长黑 法人卖多少 1541张 外资 1541张 1541 有关键吗 各位 你要不要有蔡老师的讯息 你自己去啊 好好的一个秤秤啊 自己需不需要 我只是跟你讲 我做这个节目 我不需要散户 你来捧我的场 我不需要你们来追高 你们今天赚到钱 你也不用来感谢蔡老师 你去多做善事 帮你自己的生活提升 孝顺父母亲 或者是把自己的儿子女儿 多一些 买一些东西 或者是9月份又要开学了 对不对 你尽管可以做一些规划 只要你有正确的理财观念 但是如果你去追高的话 你去怪蔡老师 我告诉你啊 这蔡老师会很痛心 好的时候 我不求你们再没有 坏的时候 你一直都在怪蔡老师 我有叫你你去追高 我跟你讲 万般拉台只未出 我也跟你讲 我带领学员朋友 我们也是低买高卖啊 蔡老师不要出虚名啊 我不要成为大师名师 我说我是小小观察家 各位对不对 我观察的重点 我要把它凝去成能量 我要带我的学员朋友赚钱 所以我跟你讲 我有这些感慨 我本将心托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取 我想要帮助的是 全国需要蔡老师资源的 一个散户投资朋友 但是这些散户投资朋友 我不晓得你的内心怎么盘算的 如果你自己去追高杀低的话 我告诉你啦 第一个就不要做 第二个的话 你要找专业来当你的靠山 蔡老师不会害你 但是如果间接的让你去追高的话 我也告诉你哦 赶快加入蔡老师的生活圈吧 蔡老师知道后面你们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但是前提是你们不要再吸收一些负面的能量 或者是说负面的讯息了 你需要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助你 蔡老师的一个选股都是这么来的 全球经济脉动 再来推到亚洲金融趋势 再来聚焦到台湾的潜力产业 进而推出市场上完全认同的丰盛概念股 所以你看到蔡老师每天啊 这么的静静念念 花了这么多精神 晨间中午下午跟晚上 我要的就是把散户团结起来 不能再聊到钱了 蔡老师的生活圈很好加入 都免费提供给你的QR Code ID 或者是在line你搜寻一下品封就好了 杜敬解破兄弟债 相逢一笑民恩仇 中美大战短时间内不会停战 中国大陆好像有一点要抓狂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总统川普在调侃他 你看这打一下大陆股市跌了27% 各位中国大陆都是扩大杆杆化在什么 操作股票 所以说他们的人民很可怜 操作股票有时候不顺利 直接就 就这样没有了 人生就没有了 可是你看美国的总统 还这样在调侃中国大陆 这种有悲天悯人的领袖的精神 没有啊 一昧的好像回复到美国以前 那种3K党那种所谓的 白人主义崇高的那种东西 说实在我也觉得 这是世界上的一个劫难 全世界的一个劫难 我已经跟你讲 全世界我就觉得两个东西是最害人 一个是美国的军火商 一个是美国的华尔街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任何难题 蔡老师来帮助你 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到现场 他们 好了欢迎回到一言新邦各位 这是全市场独家验证性的节目 让各位散户看看天文之之地理 然后实实在在能够跟前有约 各位 我也跟你讲 蔡老师啊 会服务全国的投资大众 不管你有没有钱 我知道蔡老师这个五六日 我的资讯部转很多的一个讯息给我看 百分之百全部都是支持蔡老师 而且很肯定蔡老师的一个能力 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个什么一个退休人员 认同蔡老师之外 也有讲说自己都鼓励很多亲友来看 但是因为手上真的没有多余的一个银子 没有办法来跟蔡老师做股票 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肯定 这是没有关系的 守护者不会去计较你有没有钱 我只要跟你讲说市场上的确有这样 能够正正确确的一个什么 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存在 所以我跟你讲 让你加入生活圈都是免费的 各位知道吗 所以我也跟各位说过嘛 你今天如果想要来做一个投资获利的话 我希望你拿到蔡老师的讯息 不要追高杀低跟别的老师一样 或者是参加错别的老师要过来我这边 我都很感谢 那我也希望各位啊 财经的一个领域无底深渊 蔡老师的产业面绝对是市场上领先的一个指标 你今天免费的加入蔡老师生活圈的优势 真的一大堆 包括现阶段全市场最强的财经台 蔡老师下午两点就出来帮你忙了 然后呢 然后在晚上七点 早上七点你又看得到 有哪个老师能够做得到蔡老师这么的一个什么 照顾散户的境界 那当然话说回来啦 我也跟你讲 目前的大盘真不好做 你说上礼拜五涨了82点 今天大盘才涨11点 也许你又讲说老师忍掉了 各位不是忍掉了 是你的观念不正确 我说中美大战 希望后面是这样一笑闽恩仇 不然报复下去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贸易战啊 你关税同盟变成关税自主 到最后都是世界大战 谁要世界大战啊 没有世界大战 所以说川普是不是幌子 有可能是幌子 但是他嘴巴又得理不饶人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变成说造成现阶段骑虎难下 那我也跟你讲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很多的层面 至于台湾股市的看法呢 各位跟着蔡老师走啊 其他没有什么好讲的 台积电资安损失 小于三亿 根本就不用讲 第三季的营收 整体营收少八十亿 但是他今天量说 也就是说法人没有买超 外资不会买 所以说今天才会跟你讲小红而已 明天有押回的一个什么 一个可能 大力光一样五千二又被蔡老师定干 今天一早是谁叫你去买的 大力光蔡老师从三千块跟你运作到五千二 后面在什么时候启动 我一千二组啊 各位知道吗 因为蔡老师知道 大力光打的是什么主意 那同样的有一档个股叫阳明光 各位很多散物都没有想买 为什么你知道吗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 一样做光学镜头的 因为大力光一档股票要五百万 五一五零嘛 然后呢 郁金光一档只要四十几万 四二七嘛 所以就变相的好的东西 不是说好的东西 第一顺位的不要之后 他就买第二顺位的 巴菲特有讲一句话 你今天要买就要买第一顺位 你不要因为啊 迁就然后去买第二十顺位的东西 人家股神啊 人家股神也没有像你的老师一样 一天到晚都在涨停板 股神有在涨停板吗 所以我上面才会跟各位说 太多的东西啊 你应该醒一醒吧 你今天可以做梦 但是要做一个合理的梦 对不对 做股票不难 但是你想每天发财 拜托 如果明天大盘跌一百点 你怎么发财 你当然要防守 你唯有这样一关一关的一个经历下去 你后面才会运作出一个大局 才能够赚很多钱 不要有投机行为啊 各位脚踏实地的迎接所有的印帐 所以我在跟各位讲 就是因为资本市场啊 这么的一个让人家的憧憬 所以很多法人变成一场阴谋一场戏啊 给你调高平等 结果是在卖给散户 给你调降明等 结果是在暗中吸你散户的筹码 你懂吗 要不要专业 为什么一个报告 大力光明明 这样 咱们说啊 好啊 结果出来 这样 股价反映一切 陈德 为什么蔡老师能够跟你讲 贸易战资金避风港 从70块做到101 你的老师偏偏买在99块到101 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你的老师是不是都在技术面 在帮我们抬教 我也不太想要笑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老师啊 嘴巴上出了每天的涨停 其实上受损的是他的学员 他的会员 所以我知道跟在他旁边当学员的很苦 老师几天到最高三岁 你自己来 好啊 你又要对老师 各位对不对 不懂产业面 又不之前跟你讲 蔡老师是创造趋势潮流的老师 我说我明天礼拜二 我要讲一个主题 我要来让你们直接印证到年底 我的节目都是验证性的 我希望你就看出来 蔡老师跟别的老师不同 有能力要做股票的 来跟我们做联系 你没有能力 钱不够的没关系 你跟老师捧个人场 支持老师的专业 这样不就好了 我们这个循环 就是经济学里面的合作经济 善的循环 这样一路的一个放大 各位对不对 我今天要跟你讲的IBM 刚刚下午讲的 比较快速 时间不够 IBM 昨天上礼拜五大涨 IBM为什么重要 因为IBM 他手上除了有半导体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什么 一个能量之外 就是说很多的一个秘密之外 制成之外 他重点他掌握了AI 各位 之前的一个IBM 他把他的一个PC软体部门 卖给了联想 造成联想能够去挑战HPR 一个什么 一个龙头地位 那你现阶段看IBM的一个股价 各位长期的一个底部 突然出现长虹 这个可能有意味 AI可能要大动 那AI蔡老师就跟你讲两档股票 一档观察指标就3443的创意 创意就是被我们目前投信一直锁上去 然后又讲一大堆理由好的之后又崩下来 各位对不对 因为创意实体营收不高 还有一档就是我告诉你的 我们最强的战将3661的四星 好像整理的也差不多 看看能不能够宣布7月营收跟第二季营收 把股价拉上去 各位对不对 因为IBM有一个新指标 我跟你讲的这一些都是产业面 你可以去做一个什么 一个验证的 所以说你看一下包括挂项3443的一个创意 第二季EPS才1.68元 毛利率31% 对不对 第三季预估公司派毛利率变30% 第四季变28% 谁的来哦 所以跟法人他们当初 要联手去买信的一个消息不一样 这是公司派讲的 那本身在NRE啊 7奈米的NRE 它是占公司整体营收50% 全年可以到15%到20%的一个成长 所以才会有日系外资 直接提到520到500 这个蔡老师在年初 我就已经跟我学院朋友讲 我们为什么做四星 因为创意人家看到500块 你现在看到 蔡老师在7月份真的讲的东西 经过了6到7个月都印证了 各位对不对 但是四星我们都已经赚了120块以上 现就让股价也120几块 后面再涨上去 我们就已经是几倍翻了 而且为什么我跟你讲 F4星 因为他第一季的毛利率 就已经45.84 创意才30%不到 第一季他也赚1.85 都超出预期 所以蔡老师才跟你讲的 这些东西叫做深度产业面的解读 各位对不对 你的老师应该多花一些时间 找这些内容告诉你 这一档股票布局就对了 而不是每天带你去追涨停 一天到晚在圆黄 讲一个黄话 要100个黄话才能延续下去 各位你们不累吗 你的老师不累吗 股市就是一个大海 赶快登上丰盛号吧 跟着蔡老师的学员 走最唯一安全的航道丰盛概念股 我们好好地赚黑鲍鱼 不要赚布拉币 好好地赚一大段 股市像一个丛林一样 你要避开这么多猛兽的侵袭 你要有专业的想导来带领你 各位对不对 所以做股票 各位股市套路深 还要做 找守护者来帮你 有守护者保护着散户 散户在台股你不用怕 你所有的不如意都会过去 在你跟蔡老师联系之后 蔡老师的原则就是 选好股好选股 股选好 让你赚短线赚波段赚不停 专业永远不会背叛你 蔡老师永远不会背叛你 散户朋友 你的团结时刻到了 记得蔡老师之前 有跟各位讲一个禅礼 叫做什么 各位就是这一句话 因为在光明中 你黑暗中的一切问题 本来就不存在 因为在光明中 你黑暗中的一切问题 本来就不存在 是是非非这么多 做股票 唯有回复到真正专业导航 好好把握广告中的咨询 专线有难题 蔡老师出手来帮助你 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的节目 我们再会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但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限停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般公司业预算 连 cyclona仅供参考 未经订阅